火荷花 火荷花對台灣來說是年產值高達2億的經濟作物 在107年的外銷量有715萬隻 內銷量有789萬隻 目前全台灣的在賠面積大概在175公頃 因為氣候的因素主要產區在台南跟高頻地區 至於火荷花的市場主要是以紅花為主 其次是粉、白跟綠花 尤其在年節、婚禮跟情人節、畢業節日 特別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目前台灣主要栽培品種都來自國外品種 在南部栽培的時候 夏天常出現植株生長緩慢 花包片變形、轉色不完全等熱障礙問題 我們歷經10多年研發 即100年及102年 取得蓬花火荷高雄一號幸福旋律 及高雄二號紅寶石 植物品種全和授權業界推廣後 終於又推出了 淤金花型的火荷新品種 高雄三號紅林 高雄三號紅林 年切花產量大約在6、7隻 花包片大約在11到13公分 花梗長度50到67公分 那在平擦壽命方面 它夏天約有12到14天 冬天大約在17到19天 除了外形量力討喜之外 紅林在台灣往事設施栽培下 也能夠全年穩定生產 環保署已經將火荷花 列為具有進化室內空氣的植物 一般民眾購買火荷花 不但居家佈置 具有綠莓花效果 同時也能提升室內空氣品質 目前高雄三號紅林 以非專屬授全國內占家業者 正在進行總苗量產跟推廣 預計108年底可以上市 屆時將可以提供產業界 和消費者更多樣的選擇 農業改良看台灣 我們在高雄區農業改良廠 為您提供服務 有任何問題請記得和我們聯絡 要 silence 感谢观看